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止工作人员感慨激昂 李珍自己也是激动得无法言语 下午那一幕更是不断闪现在眼前 1955年9月27日下午2点30分 中南海国务院礼堂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授贤典礼在这里举行 庄严的共和国国歌在授贤大厅奏响 授贤将帅们均荣整齐精神抖擞 在那些叱咤风云的将领之中 李珍作为唯一的女性尤为令人注目 待李珍行了一个标准的军力后 周恩来亲手把少将军衔命令状授予他 握住他的手说 祝贺你 李珍同志 你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当日下午5时 在中南海怀仁堂又举行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即授勋典礼 李珍获得二级八一勋章 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 我们来看一张珍贵的照片 有多珍贵呢 这张照片是周恩来总理特地交代摄影师侯波专门拍摄的 记录的正是李珍将军这一生最激动最荣耀的时刻 在毛泽东主席给李珍受勋之前 周恩来总理找到侯波 特意嘱咐道 当李珍走上主席台 请你拍下主席给李珍受勋的镜头 就在李珍从毛泽东主席手中接过勋章的那一刻 侯波按下快门 也定格了这位开国女将军最英姿萨爽的瞬间 欢笑声和询问声把李珍的思绪猛地拽了回来 李部长 你可是咱们军队唯一的女将军呀 人们喊李珍部长是因为他此时担任军委防空军干部部部长 他们问李珍 李部长听说你打过很多仗是吗 的确 李珍眼前掠过不少战斗场面 从大革命时期投入革命事业 他先后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战斗经历十分丰富 但李珍强调说 应该讲我参加过一些战斗 因为那些仗不是一个人打的 都是集体行动 我只不过是幸存下来的极普通极平常的一个 虽然李珍用极普通极平常来形容自己 但他的传奇经历已被许多网友称为终极娘道 从一名同养席到一名开国将军 在李珍戎马孔总的革命一生里 到底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和命悬一线呢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 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揭秘 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珍的传奇故事 我们这里有一本杂志 封面已经有些破损 可以看出有些年头了 这是中国妇女杂志 1957年8月刊 据现在已经有63年了 翻开杂志那一页 纸张已经发黄变脆 我们要看的这篇报道是 《房李珍将军》 作者是魏巍 上面还附有两个人的合照 照片中的李珍留着奇儿短发 微笑着坐在藤椅上 旁边的魏巍则拿笔记录着 谈些什么好呢 李珍问道 微微建议从同养席谈起吧 在采访中 李珍回忆 这怎么会忘记呢 那时候平均每天挨一次打 直到今天 我还常常做这样的梦 上山砍柴 天黑了下雨了 心里着急赶不回家去 常常急得出一身冷汗 对于这段噩梦般的经历 文中是这么记录的 一次 李珍到山上砍柴 碰上了青盆暴雨 等他把柴担回家来 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这时候 全家人也都从田里劳动回来 因为没有干衣服换 就骂他没有把衣服洗出来 李珍气急地说 我也到山上砍柴了 哪有功夫洗呢 家里人因为他顶嘴 就抓起东西来痛打他 其实 这样的事情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这次被痛打之后 李珍决定 结束这糟糕的一切 施衣服粘在身上 头发也被打乱了 李珍顾不上这些 转身冲向门前的水塘 想要投堂自尽 索性 被赶来的邻居们拦下 一位刘家婆婆含着热泪 安慰他 蛋娃子 女人就是女人 女人是受不尽的苦啊 你看我六十多岁了 还要上山砍柴 还要挨骂 女人就是女人啊 刘家婆婆提到的蛋娃子 其实就是李珍的别名 更准确地说 在李珍十八岁之前 他没有别的名字 就叫蛋娃子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 国家鸡贫鸡弱 民不聊生 一九零八年 湖南省刘阳县 永和市镇 小板桥乡 山脚下的一栋 破旧的茅屋里 一个女婴诞生了 父亲李光田 给这个半日出而生的女儿 起名叫蛋娃子 家中有姐妹六人 小妹妹刚出生两天 父亲就撒手人寰 孤儿刮目的生活 实在难以为己 不到六岁的蛋娃子 就被送作同样戏 自从进入婆家的第一天起 他就担起了 伺候婆家六口人的重担 洗五更 睡半夜 时常挨打受骂 满肚子的委屈 却无处申诉 只能和进出的几个同样媳 在砍柴的时候 哭上一场 我们很难想象 那个时代的女性 所遭受的苦难 那是一种绝望 也是一种无奈 一种似乎只能认命的无奈 但李珍他不想认命 难道这世界上 就没有另外一条路吗 1926年春天 大革命的浪潮 席卷了中国南方 工会农会赋予解放组织 普通雨后春笋般 突破重重阻力 迅速成长起来 姐姐悄悄告诉淡娃子 本地建立了妇女组织 要革命 革命 多么新鲜的词 虽然不知道革命 到底是什么 但是她凭着直觉意识到 革命可能会给自己的生活 带来某种改变 在姐姐的带动下 淡娃子到刘阳永和区 秘密参加妇女协会 参加妇女协会的第一个改变就是 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 当时妇女学会接待的同志 得知她是童养席之后 当即就点头同意 并要登记下她的名字 淡娃子 李珍脱口而出 十八年来 她一直都叫这个名字 接待的同志提醒她 你也不姓淡啊 再想想 忠贞不渝四个字冒了出来 她听说过 忠贞就是忠诚不变 既然参加革命 就要忠贞不渝 对 就叫李珍 好名字啊 接待的同志 边说边在登记表上 写下了李珍二字 从此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 尤其是革命的低潮期 李珍 人如其名 对党 对革命 始终忠诚不变 李珍这个名字 伴随着她走过了 三十多年的硝烟岁月 也走进了新中国 将帅名册 我们来看一组照片 这些照片都是李珍将军 在各个革命时期的流影 这张是我们找到的 她最早的一张照片 红军时期的她 有着圆圆的脸庞 和坚实的身姿 非常帅气 总览这些照片 李珍将军 除了军人的坚毅和萨爽外 还有一个特点 她都留着麻利的短发 有的甚至跟男生一样短 当下看来 我们并不觉得奇怪 甚至觉得有点时髦 但是在民国初期 特别是偏远的乡村 对女性的发饰是有要求的 幼女双短变 少女单长变 成年妇女晚发季 当时就因为剪了短发 李珍又挨揍了 答案就在1957年 微微的这次采访中 我们看到文章中 有这样一段描述 她包了一块手巾回家 被娘发掘了 娘罩着后脑勺 就是两棍子 娘说 你是做了媳妇的人啊 要剪 你去他们家剪 为什么来我家剪 李珍回答说 谁也要剪的 这是潮流 这次的反对者 是母亲被兴生 当然 国家也再次威胁她 叫她出的门去 进不得门 可李珍是勇敢的 但那时起 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 她的头发 都跟男同志们一样短 有时乍一看 跟个男孩子似的 李珍觉得短发很方便 侦查的时候 半男装半女装 可以随时切换 至此 李珍开启了 她风风火火的革命生涯 她以极大的革命热情 也以今日的走村串户 在妇女中传播革命火种 1927年3月 在一名教师的家里 一盏油灯下 李珍在绣着镰刀 和斧头的党旗下 庄严宣示 光荣入党 从此 她就像黑夜里 找到了一盏明灯 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然而 就在李珍入党的一个月后 印有李珍名字的通缉令 掌揭在了 刘阳的大街小巷 1927年4月12日 蒋介石发动了 412反革命政变 对共产党人 展开血腥屠杀 5月21日 湖南军阀许克祥 也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白色恐怖 笼罩着湖南城乡 7月 王精卫也背叛了革命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失败了 白色恐怖中 党组织遭到破坏 李珍和其他共产党员一起 受到通缉 胆小怕事的婆家 看到满街贴的都是通缉李珍的布告 担心朱连 不仅反复声明断绝与李珍的关系 还忙不迭地将一纸修书送到了李珍娘家 躲在娘家屋后深山里的李珍 得知这一消息不仅没有沮丧 反而感到欣慰 自己终于如愿以偿 自由了 1927年 革命火种在刘阳大地上再次点燃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 拿下李灵 接着攻进了刘阳城 李珍立即侧应部队 参加了攻打刘阳城的行动 1927年10月 王首道张启龙等老共产党员 奉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 先后回到刘阳东乡 着手重建这里的党组织 他们与李珍取得了联系后 一起组建了中共刘东特别支部 年底又组建了刘东游击队 李珍任游击队的士兵委员会委员长 侯军本姓天 居在高山天 白天闹一个 晚上好几千 领头的是女将 巨永又双全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 流传在刘阳县的一首民谣 描述的就是李珍所在的刘东游击队 那时刘东游击队成立还不到一年 武装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 他们白天就帮老百姓种地 晚上就袭击当地的团防局 联防局等反动武装 革命的火越烧越旺 刘东游击队也日益壮大 这使国民党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 他们发起了冬季围剿 李珍遇到了参加革命以来最接近死亡的一次战斗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 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揭秘 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珍的传奇故事 那时正是寒冬 在一个十八折的地方 游击队遭遇敌人 战斗从黎明打到黑夜 第二天傍晚 强声稀疏了 队长考虑 此时李珍已经花有四个月的深运 便让他和几个游击队员先撤退 李珍没有同意 他说 我是共产党员 应当让地方干部和群众先撤 见李珍态度坚决 队长只好让几名游击队员 掩护地方干部和群众 从后扇突围 突围的同志刚下山 就遭遇敌人的疯狂扫射 大部分同志都牺牲了 此当也打光了 敌人叫嚣成逼上山来 剩下六七个游击队员 最后退到祖师岩的悬崖边 身后是刀枭一般的绝壁悬崖 数十杖身 他们已无退路 见此情景 敌人停止大枪 从正面包围逼来 嘴里还大喊大嚷 抓活的呀 眼看着就要被敌人服务 身为士兵委员会委员长的李珍 发出命令 不能让敌人捉活的 往牙下跳 话音刚落 他第一个纵身跳下了深渊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李珍清醒过来 他发现自己被卡在崖边的树丛中 他挣扎着想站起来 马上血像泉涌一般顺着双腿流了下来 李珍保住了性命 遗憾的是 府中已经四个月的孩子 腰扯了 看着草地上半尺长的孩子 难过 字不言说 李珍忍着身体的剧痛 用手挖了个坑 在牙下 把孩子草草埋葬 不敢停留 李珍在幸存战友的搀扶下 咬着牙 走出了牙底 在一个老乡家 包砸好山口 换好衣衫 情况紧急 他们不得不继续赶路 李珍裤腿上的血结块后 把他的两条腿都磨破了 这一天 他们赶了五六十里山路 回到了游击队 可是紧接着 又是四十多天的行军和战斗 李珍 狼牙山武壮士般的壮举 宁死不屈 誓死如归的精神 让我们感受到 革命创业者 从无到有 是多么的艰难 刚刚经历了九死一生 李珍会如何选择呢 李珍没有停下革命的脚步 之后 他专职从事妇女工作 在苏区 成立了一个 相干军区妇女团 配合主力军作战 经组织安排 李珍去瑞金中央党校 学习回来后 1934年4月 他被调任为 相干红四校政治部主任 8月7日 李珍与红军学校 一起随红六军团 从干西出发 踏上了艰难的西征之路 随着战事的进展 李珍调往红六军团政治部 任组织部长 十一月的永顺县塔沃村 已十分阴冷 李珍刚从农村扩洪回来 任必时的爱人陈从英 早就等在门口 因为是老乡时 李珍一边招呼 陈从英进屋坐 一边为她倒水 还热火朝天地 聊起了农村工作的情况 但陈从英接下来的话 却让李珍陷入了沉思 陈从英四问四答地说 女人结了婚 事情是多一些 可总不能一辈子单身 不结婚呀 一辈子单身 这些字眼戳中了李珍的心 她自有家境贫寒 不到六岁就被送做同养席 后因双方理想不同 而分道养镖 参加革命后 李珍与入党介绍人张启隆结合 但在红军肃反时期被迫离婚 眨眼间 李珍快二十五岁了 却仍是单身 见李珍没反应 陈从英挑明了态度 我给你介绍个人怎么样 李珍问 谁 甘主任 你熟悉的 李珍惊呼道 甘四奇 早在一九三二年 甘四奇出任 相干省委宣传部部长时 李珍恰好也调到 相干省委工作 那时他们就相识了 与甘四奇交往的一幕幕 在李珍脑海里闪过 但要和他谈婚论嫁 是他从没想过的 李珍顾虑到 甘四奇曾在苏联留学过 而自己是同样习出身 文化差异太大 陈从英却劝他说 那怕什么 他文化高 这不正好帮你学习吗 可是 李珍还是摇头 直到陈从英说 甘主任 对你印象可是相当好 翻开甘四奇的日记本 有一天 日记里的内容特别简短 只有聊聊几字 但笔触却格外有力 红校 李珍 那天白天 他看到了传说中的李珍 被深深吸引 这一天 他和军区政治部工作人员 去红军学校检查 此时 学员们正列队在操场上唱歌 指挥者是一个 留着短发 腰杂皮带 搅穿草鞋的女同志 见由领导来视察 那位女同志 双手一收 示意学员们 停止唱歌 然后跑到甘四奇一行人面前 李正 敬礼 甘四奇说 李珍的最初印象就是 拖辣能干 工作作风扎实 是个了不起的女同志 陈从英也是见甘四奇 人前人后的夸李珍 而李珍离婚后一直单身 才主动过来撮合他们 听了陈从英一席话 李珍也羞涩地低下了头 之后 甘四奇和李珍开始频繁接触 他们的心也靠得越来越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红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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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紫其李珍随红二方面军行动 长征途中 李珍被任命为 《红六军团》的组织部长 一边要跟随部队行军打仗 一边要做党团工作 干部工作 1937年 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七七事变 全面抗战爆发 工农红军改变为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开赴敌后抗日前线 许多中华儿女加入抗战队伍 为了团结广大妇女投身抗战 在毛泽东提议下 延安创办了一所妇女干部学校 担任八路军 一二零师直属政治处主任的李珍 服从组织安排 回到敌后 担任妇女干部学校校长 而甘四奇 则作为一二零师政治部主任 一直奋战在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胜利了 外敌被赶走 但国民党政府随即挑起内战 深惊百战的战士们 又投入新的战斗 1947年 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成立 甘四奇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李珍任政治部秘书长 两人一道参加了解放大西北 解放新疆的一系列战役 并为之后建设新疆及大西北 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李珍在天安门上 也见证了这伟大的时刻 新中国成立后 李珍与甘四奇无暇共化桑麻 又携手共赴沙场 1950年10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头部队 跨过鸭鲁江 开赴朝鲜战场 正参与指挥西北大军 在西北战场展开剿匪斗争 和恢复西北建设的甘四奇 李珍夫妇 也在密切关注朝鲜战事 1951年3月 彭德怀提议 中央军委任命甘四奇 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委 兼政治部主任 彭德怀亲自点名李珍 为政治部秘书长 一同入朝作战 接到命令后 甘四奇 李珍坚决服从命令 奔赴朝鲜战场 直到1953年3月 两人胜利完成党和人民 交给的光荣任务 从朝鲜凯旋 回到国内 他们又一起单起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任 甘四奇 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李珍任军委防空军干部部部长 为加强空军干部队伍建设 做了大量工作 1955年9月27日 授贤授勋仪式结束后 华灯初上 月升悠扬 在中南海淮仁堂后面的草坪上 举行了隆重的庆祝酒会 出席宴会的将帅们 身着礼服 佩戴金色勋章 在夜幕灯光下 显得格外光亮照人 这天下午 甘四奇 李珍夫妇 同时被授予将军军衔 丈夫是上将 妻子是少将 这唯一一对将军夫妻 无疑是当晚的明星 众多将帅 纷纷给他们夫妇敬酒 以示祝贺 可惜 在无限的荣光背后 也总有遗憾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由北京银行 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 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接下来 我们继续为您揭秘 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李珍的传奇故事 这个石刹海旁边的小四合院 就是李珍和甘四奇 在北京的住所 以甘四奇的级别 是可以分到更好的房子的 但是他坚决不要 坚持把好房子让给别人 他看上这个房子 唯一的优点就是 房间比较多 方便家里的孩子居住 每当学校放假 家里吃饭的小朋友 就有两三桌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充满了整个院子 愤怒热闹 一大帮孩子 甘爸爸李妈妈的叫着 嚷着要听他们讲 长征时的艰苦 延安时的生产劳动 西北战场的浴血奋战 和志愿军的英雄事迹 可令人遗憾的是 在这一帮孩子中 却没有一个 是甘四齐和李珍的亲生儿女 解放后 一些老战友见到甘四齐 总是非常遗憾地说 老甘啊 你革命几十年 应该有个孩子啊 甘四齐向来都是一笑了之 没有亲生孩子 难道是他们不喜欢孩子 不 当然不是 这张照片 是李珍和甘四齐 在延安时拍摄的 当时他们去看望老战友 前一名及家人 孩子们把一只小猫 放在甘四齐的肩上 甘四齐和李珍 都笑着看孩子们玩闹 孩子们叫 甘爸爸别动 便留下了这生动的瞬间 甘四齐性格温和 特别喜欢孩子 看见别人家的孩子 总是要抱一抱摸摸头 陪他们玩 孩子们也喜欢他 所以亲切地叫他甘爸爸 可是残酷的战争环境 剥夺了他们做父母的权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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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五用心词典 那是他第二个老师 1964年2月5日 这本是甘思琪最平常的工作日 但却成为李珍最为痛苦的一天 这一天距离甘思琪60岁生日 刚刚过去两个月 甘思琪因激劳成疾 突发心脏病离世 风雨同舟三十年的伴侣突然离世 让李珍悲痛万分 他又深深的懊恼和自责 怪自己没有照顾好丈夫 此后余生只剩下思念 从1976年开始 李珍住在香山脚下一处普通的平房里 房子年久失修 卫生间里经常漏水 有时还得垫上砖头才能走进去 几乎人家合用一个锅炉烧水取暖 冬天室内温度也比较低 总政领导多次劝他搬到城里去住 可他总是说 房子还能住 我有办法预寒 这张照片已经有些模糊不清 但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 有一双五彩斑斓 上面全是补丁的袜子 和一双军用大头鞋 磨损已十分严重 这些都是李珍穿了十几年的老宝贝 李珍郁寒的法宝就靠他了 这双又笨又重的帆布羊毛大头鞋 鞋子穿上脚 再穿上一层棉大衣 膝盖上放着热水袋 就算全副武装好了 这样就可以在屋子里看书 批阅文件了 在工作人员看来 这样的生活有点太寒酸了 可李珍却觉得很知足 在破旧的平房院里 李珍一住就是七八年 从没有一句怨言 他也迟迟不愿意搬进组织上安排的楼房 曾有记者问李珍 为什么不愿意搬进新房 李珍爽朗地说 战争年代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 谁去计较个人的住房 现在条件好了 但物质上追求不能太多 几年间 组织上的反复劝说做工作 直到一九八四年 他才同意搬到子中院附近 一幢公寓里的一套军职干部房 在这幢集体宿舍里 李珍度过了他一生中 最后六个不平凡的春秋 我们先来看一组照片 这是由刘阳市博物馆独家提供给我们的 李珍将军遗物二十一件清单 我们着重来看这几件 这是一九五五年 李珍将军在寿贤寿勋时 穿的军礼服和皮靴 仔细看这件军礼服 可以发现上面有很多重铸过的痕迹 而且扣子也有残缺 再来看这张 我们仔细看时发现 鞋底的纹路已经被磨损得不清楚了 鞋面也开了胶 虽然遗物上有诸多残缺 但这两件 算是遗物里状况最好的 照片中 被黎绒绳系在一起的皮箱 这是李珍和甘四其赴朝鲜作战时的行军箱 用了整整四十年 皮箱外表早已开裂 但他却迟迟不肯换心 再来看这张照片 如果我说 这件衣服是六十年代的青布军装 您可能不信 但这件衣服本身的颜色并不是黑色 只是因为要遮盖领口和袖口的补丁叠补丁 才一遍遍的染色 到最后 李珍将军身边的工作人员 都不知道染过多少回了 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 劝他做两件像样的衣服 可都被他言辞拒绝 我这套衣服还可以穿 只要穿得整齐干净暖和就可以了 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战争年代十分艰苦 现在条件好了 我们不能贪图享受 丢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1990年3月11日 李珍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当人们清理遗物时发现 这位参加革命六十四载的女将军 除了记录他赫赫战功的四枚勋章外 其他的遗物屈指可数 称得上一贫如洗 四把用了十五年仍舍不得扔掉的旧藤衣 是他从湖南搬家带回北京的 一台用了十四年的雪花牌 单门垫冰箱 外壳早已秀迹斑斑 还有一万一千元人民币 两千五百元国库券 战争年代留下的两根小金条 李珍在遗嘱中这样安排他的遗物 一根金条捐给自己的家乡刘阳县 一条捐给甘思齐的家乡宁乡县 由于发展教育事业 存款一分为二 一部分捐送北京市少年宫 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党费 看着李珍的遗物清单 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失声痛哭 从一个同养席 为了生存毅然参加革命 到一个革命战士 为了人民主动请营 屡立功勋 李珍这位从硝烟战火中走出的 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她一生没有亲生子女 但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她选择把爱给了更多孩子 一生节俭的她 将省下的钱和大部分遗产 都捐献给青年的教育事业 因为她知道 青年一代是国家美好未来的希望 如今在李珍将军的家乡 刘阳市永和镇 建起了一座 以李珍将军名字命名的小学 李珍小学 李珍小学